土耳其公投结果挺总统制 里拉暴涨2% 二美元乌漏偏逢连夜雨 避险资产却受追捧 三法国大选进入冲刺州 欧元能否重见天日 大家好 今天是4月17日星期一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外汇行业 周日土耳其对修宪进行了全民公投 北京时间周一凌晨消息显示 99.95%的投票已经统计完毕 支持总统制的修宪派惊险胜出 土耳其总统及支持派奔走相告 因为这一结果将意味着 土耳其能从议会制成功地转向总统制 但据称有违规暗箱操作 反对派要求重新计票 土耳其里拉周一开盘短暂承压后暴涨 美元对土耳其里拉今早暴跌2%至3.6340附近 虽然期间不同的政见团体发生交火 致使三人死亡 但公投结果立于土耳其由议会制 顺利地转向总统制 被视为里拉的一大利好消息 埃尔多安号召全民公投中支持宪法修正案 已经备受国际民众的普遍不屑 土耳其领导人与欧洲邻国进行激烈的争吵 甚至形容荷兰和德国当局表现得诸如纳粹一般 周一自上周美国对叙利亚进行导弹袭击后 其动作频频 阿富汗等地区的地缘局势再度升级 现货黄金和市员等避险资产受到投资者的追捧 纷纷在亚市早盘触及近5个月高位 而此前特朗普再度对美元开炮 加之美国恐怖数据CPI的意外暴冷 美元指数仍延续弱势 上周五出炉的美国3月份CPI录得于一年来最差的表现 但当时大多数交易员仍处于休假 黄金更是休市 该数据的影响力在周一有所发酵 疲软的通胀数据为后市走势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此外亚市倒盘时 黄金、日元再创5个月新高 因部分交易员重回市场 避险情绪继续升温 同时美国疲软的CPI有所发酵 拖累美元走软 周一距离法国大选仅剩一周的时间 但选情依旧不是很明朗 欧元对美元的走势依旧较为低迷 仍未能有效的脱离近一个月的地位 目前交投于1.06关口附近 不过伴随着法国和德国两国利息差再次扩大 反映出市场对法国大选结果仍存较大的不确定性 暗示会价或将持续下行 当前四位候选人马克宏 勒庞、菲勇、梅郎雄的支持率差距不断缩小 分析认为如果马克宏不能进入第二轮选举 那么对于欧元来说将是一个灾难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我是维珍 感谢您的收看 发 here 小det 碧 炸 炸 炸 痛 炸 炸 炸